今年2月才改名的 本身是恒騰網絡 改了叫做中國如意 宣佈推出公司和第二大股東 騰訊合作的一個 網上遊戲是第一個 叫做亂世續錄 公司期望開始遊戲 做這些事情 當然玩遊戲當然有些用戶黏著你 黏著你 如果這個遊戲是好的話 可能發掘一些版權 IP 提高它的收入和利潤 現在有三番業務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它的影業 內容製作及戰術流媒體 另外版面看到互聯網社區 以及製造和配售配件 這個電影包括有南瓜 也有自己的影業 其實那個收入比賽是最大的 而第二大一個就是互聯網社區 其實去年的收入大幅萎縮 超過七成 會不會可以看到 其實它都知道的 要找一些新的收入來源 跟騰訊的協同效應 是不是現在就慢慢開始 入股了 慢慢開始就推出一些東西 推出遊戲 慢慢就將那個收入 轉移多一些 在遊戲那裏增加收入的增長 可能它暫時的比重 應該都還在影視那裏 我想跟它大股東的轉換 是有少許關係的 因為大家有印象 它本身可能叫馬斯葛 這個就是它第三個業務 就是製造業那裏 其實真的很原有股東 留下的業務 然後社區互聯網 應該是前一手的大股東 就是行大所遺留下來 現在這兩個股東 或者前股東都已經退場 所以那兩份業務 應該慢慢的收入 或者比重 應該逐步降低 而最新進場的大股東 就是南瓜影業 以及它背後的股東 所以就會將這個南瓜影視 南瓜電影 這一類的業務 包括一些網上的電影內容的製作 發售和管理 這些業務都放進去 我想這個未來一段時間 都應該是它的業務的重心 至於遊戲 我相信對於它來說 應該是一個新嘗試 本身就 我想做網上娛樂 或者線上電影 或者內容 和遊戲可能都有少少的synergy 可以互相宣傳一下 如果它這款遊戲推出是成功的 因為通常一款遊戲成功之後 就不單止在遊戲方面可以賺到錢 如果從騰訊、王仔榮耀的黎智利說 因為王仔榮耀成功之後 其實你可以推出電影、卡通片 一些歌曲、小說 甚至可能有些比較風格 其實周邊產品同樣可以 將那個收入面 可以進一步擴大 可能它想多做一步 如果是遊戲真的成功 可能它在影視方面 有機會可以交易銷售 或交易銷售 可能將利潤或收入進一步擴大